系統運作不暢順 今早觀塘線、荃灣線和港島線個別的列車服務可能會延誤 乘客或需要較長途車時間請乘客外心等候 港鐵星期四上午大約8點多宣布 觀塘線、荃灣線和港島線個別的列車服務可能會延誤 曾經任職港鐵的立法會議員張欣宇說 據他的了解上午發生了兩宗事故導致服務延誤 包括系統控制中心信號系統失靈和港島線供電故障 他批評港鐵公布資訊過慢 促請他們提升車務資訊的透明度 然而上午7點多繁忙時間 已經有市民反映三線脫班 不過港鐵去到8點25分才在MTR Mobile推送信息 並在8點38分通知傳媒